你好,政教论坛出街的那天是12月3日 今天要讲一些关于四福音诚书次序的问题 有网友很认真地给一个PM我 就说要纽正我说马太福音是四卷福音书里面最早写的经卷 就不是我所说的最后写 这位网友他的根据就是因为他是读信天主东正教的 东正教的古老的相传认为这东西是对的 认为是公元42年写 所以认为他只是按照一个传统 又不是按经文内部理性 纯是古教会 因为他们说这句话 我想绝对不是公元的一世纪或二世纪 因为东正教真真正正创教 真真正正成为存在的宗教 因为东正教 至少是公元330年军士坦丁把首都搬去拜之庭 才慢慢建构了东正教 东正教我不认为是一个独立宗教 但是东正教的确实是一个基督宗教的分支 我认为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 本身都共同相信三或一体的信仰 就是一个同一个宗教 但是 他 东正教 他的建立 就是这个宗派的建立 这个东方教会当然 可能之前也有人说希腊文的了 但是 事实上 是公元330年 建好了 这个军士坦丁堡 今天的伊斯坦堡 如果大陆翻译的伊斯坦堡2 他才开始有东正教 这个宣称 马太福音 是公元42年写的这个宣称 極有可能是公元4世纪甚至5世纪才作出的宣称 宣元42年 其实你可能听到这个开场白 你都没有兴趣看的了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 关于四福音的城市次序 对你来说是重要的 那我就再次去讲给大家听 为什么呢 其实是政教论坛的第77集 那时候只有396视频 真的很夸张 那套片 录的时候 出街的时候 是2017年的5月20日 两年前的了 那时候是第77集 一个傻佬呢 是这么疯狂去做节目 还要做这些宗教节目 是没有要看的 那时候是 骂些 炒些教会花生可能上千的 如果说这些这么正经的话题 是没有人看的 那我都发觉呢 其实弟兄姊妹呢 其实都 不是个个那么有动力 可以回我的旧片去看的了 第一呢 大家其实不是那么好学 他不会想追求信仰上面 一些这么深的东西 就是我以前说了很多 创造人 其实大家未必 那么有兴趣去追看 看我有什么新东西 爆出来呢 那就去 喂回你 那样 就好像 那妈妈 那样 帮你们喂奶 那样 我给什么奶 你喝你就喝 那样 那样 大家就不会说 好像那个小孩说 我自己想起 喜欢吃 这个花生糖 自己去问妈妈拿钱 自己去买 那样 你们还是BB 就是我们呢 我呢 就有什么东西喂你们的时候 你才会去喝的 那所以呢 我发觉大家都不会追我的旧片看 我就尝试呢 就 两年前出了 两年半前出了这套 我这四 四福音成尖次序呢 你们没有人有心机看 那所以呢 我现在呢 就做多一次给大家看 那那位网友 可能他自己 很符信东正教 觉得教会传统这样讲 是很对的啦 但是呢 我也都其实可以说一句呢 呃 我们要面对一个问题 马太福音呢 是有28章的 马可福音呢 是有16章的 为什么 如果按照这位网友的说法 是马太福音先誕生 为什么一个长一点的经卷 需要一个奏 需要一个奏 寫好了之后 需要马可福音 去将它缩细呢 其实基本上 马可和马太是很多事情似的 而且 我要问一句 马太福音里面 有大量不按时序的安排的经文 和路加和马可的矛盾 路加和马可的时序呢 是顺序的 即是说 按我们的理解 就写完马可 写路加 马可的次序呢 路加没有移动过的 不过呢 他就按着 可能有一些删减 因为他觉得 譬如说 五饼二鱼 和 喂饱四千人 两个故事太迟了 他就删了一些马可福音的内容 他就说不重复了 他说完这个五饼二鱼 差不多就跳去最核心了 人说我是谁 耶稣主动提问 彼得和一帮门徒 人家说我是谁 每个人都说不清楚 彼得就说 你是基督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很关键的经文 马可 或者路加 或者马太 不过 有什么关键 有什么关键 他说 有什么关键 他说 他在马可福音的基础上 他说 他在马可福音的基础上 他说 他说 就是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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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德的认信其实就是带来正统信仰 一定要有比德招牌才有正统信仰 否则那时候一二世纪尾已经多了很多异端 然后路加有一个很长 由十张到差不多十八张头 一决的东西是马封一母的 其实就是路加拿着一些自己独有的材料 另外有一些可以说是与马太共享的材料 我们有时候叫他做Q 不管怎样都好 路加这个特别的我们叫一个篇章 由九章的四十四节左右 开始去到十八章 是一大疏野 因为马可没有讲 那他就加了 这个逻辑很明白 马可很初期写 所谓初期大概是公元69至公元70年 他在马可福音的十三章 他形容 耶路撒冷的被毁 他不肯提的是耶路撒冷 因为他不知道耶路撒冷是否被毁灭 不过他大约知道应该是耶路撒冷 但是他不肯写 因为感情的问题 他说什么 那个行律毁灭 破坏那个 站在不当站的地方 这个表达到 马可 预言着耶路撒冷被毁 但是又不想那个是耶路撒冷 这个是 挺清晰的 所以他大约公元69至70年写 因为他大约未知道结果 但是他正在写 那么 究竟他会不会说 公元69至70年之前 会不会有其他的福音书 是用其他文字写的呢 我不排除的 因为那时候 那些早期的犹太基督徒 他们可能会讲开亚南文 会不会用亚南文写了一些经卷呢 但是这些都失存了 因为其实到后期 教会 即 本来基督教 跟犹太教的关系 本来基督教是犹太教的一支 但是耶路撒冷在公元70年被人破坏了之后 大家的关系 他们开始变化了 就把那些犹太基督全部都驱逐出了犹太教 所以那些本来是犹太人的人 信了耶稣的人 就变成了不是基督徒 变成了不是犹太人 说他们的犹太籍被取消 他们被驱逐了不再变成犹太人的时候 这些犹太基督 他们本来是犹太人 信了耶稣而已 他们唯有融入 讲希列文的世界 就要写希列文的圣经 因为耶路撒冷都 破坏了嘛 看到都快就倒了嘛 开始用希列文写圣经 公元70年 这就是他那个历史的变化了 我不排除公元70年有一些其他 其他语言所写的福音 可能曾经存在过 但应该失存了 暂时还没找到 总之学术上找不到 但是公元70年 因为这个 的而且大变 基督徒也预计到 跟犹太人的关系会破裂 开始用希列文写作诈 就是公元69至70年 写马可福音 我们理解是这样的 马太福音 用希列文写的 的而且确呢 他比马可福音多很多东西 而且和路加福音 也有不少的重复 就是讲的内容 不过呢 如果你说把马太福音 放到公元42年 而马可福音 就公元70年 如果你这样安排的话 在经文里面的内涵 会有智商矛盾 和和历史物乐 是不配合的 如果你说公元45世纪的东正教 他觉得 马可福音 马太福音 要讲得早些 可能比较容易满足当时的 牧羊需要 可能免得拗 他都不知道拗什么 是不是 但是我们要讲回历史 发生什么事 可能大家会觉得 听历史觉得很复杂 但是复杂 你是基督徒 你都应该要懂的 你不是基督徒 那时候听到一瓢木碎 是不是 这一节的节目 的确你是非基督徒 很难听 政教论坛本身 也真的是 是一个设计出来 给基督徒听的节目 你是非基督徒 你过来 不停叫我学佛 叫我放弃基督教 我觉得真的很无聊 我不知道你们的动机 是否是一个网军 来捶我台 玩我 是不是 首先我给你们看 讲一个抹世论的问题 那时候犹太人 我在崇基讀的这些东西 我在信义中读不到 可能很多神学院没有教 我经常骂崇基 中大崇基学院 但是有时候教了一些有用的知识 我觉得都应该要传播 譬如说我们读 贴萨罗尼加前书五章 他说 弟兄们 论到时候 日期 不用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明明晓得 主的日子来到 好像夜间的拆一样 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 灾祸忽然临到 我应该是一个重点的字 忽然 如同铲烂临到 怀胎的妇人一样 突然间 肚子痛就要生了 他们绝不能逃脱 弟兄们 你们不在黑暗里 叫哪日子临到你们像賊一样 这段经文 你要解释 其实保罗最早写的经卷 我相信是贴萨罗尼加前书 另一卷有人说是很早写的 因為我理解加勒泰書應該是第三次旅行寫的 而鐵薩萊尼加錢書是第二次旅行寫的 第二次旅行寫是東元的49至50年之間寫的 還是四十年代一世紀的 畫得很早的 第一次旅行寶羅是沒有寫到驚卷的 我理解 第二次旅行寫了鐵薩萊尼加錢書 我會質疑鐵薩萊尼加後書究竟是否寶羅寫 待會再解釋 但是鐵薩萊尼加錢書表達了一個末世觀是什麼呢? 他們怎麼看世界末日呢? 就是說 世界末日 就是耶穌回來 好像夜間的賊一樣 就是你睡著睡著睡著 就不聽美 這兩個人就是在這裡 很特別的敗術 就是耶穌好像一個賊一樣 主耶穌 他回來是是害怕無神的 這個要這樣說 因為一些賊是偷襲的 不會理會 有人把眼睛擦在那裡 守住做保安 在保安擦眼前他捐進來 當然不是 今晚保安睡了 他就進來偷東西 這個表達 當然你可以說 他想偷什麼 有人說 偷基徒 所以有鼻涕 我覺得不是這個意思 他只是在形容末世來到的時候 失驚無神 突然 這個形容 其實保羅在表達一件事 其實一世紀的時候 保羅相信是 他在傳福音的時候 如果寫貼索羅現在 前宋宇公園的49至50年之間 大約這些時間 有些上落位 但是當著公園49年 保羅相信可能會突然間 世界末日 即是他講講話 過幾年就突然間世界末日 即是他那時候 保羅 即是在公園70年前 他們流行的末世觀 是相信他們 生活的時代是隨時會終結 羅馬帝國隨時會玩完 這個是他們相信的東西 即是我們會告訴你很清晰的 因為他們一世紀真的這麼相信 那世界末日 一世紀沒有來到現在二十一世紀了 是 這個是事實 的而且確 這一種的末世觀 是在一世紀才會 他這麼緊張覺得世界快要末日 但事實上是沒有發生到 在一世紀有世界末日 我們再看另一段經文 我再說一次保羅怎麼看 那那麼多前書是第三次旅行所寫的 保羅就說 弟兄們 我對你們說 時候減少了 即是說世界末日 離世界末日的時間 又少了 這個意思 從此以後 有妻子要像 沒有妻子 即是有沒有老婆 沒有所謂 哀哭的要像不哀哭 快樂的要像不快樂 即是在這個世界上 你認為哀哭的東西 不需要哀哭 你自買的便當無有所得 用世物的 即是享受這個世界的物質 要像當你要超越物外 因為這世界的樣子 都要過去 這段呢 在表達什麼呢 那那麼多前書七章 是在說守讀生的問題 是在說守讀生的問題 即是說 呃 那那麼多前書七章 是在說守讀生的問題 將來 究竟基督徒 應不應該 為了末世的來留 放棄 娶老婆呢 反正這個世界還有 沒有多久就完了 為什麼還要娶老婆 生仔 陀類 不直接侍奉上帝 多些傳福音呢 保羅呢 其實呢 沒有禁止人結婚 但是呢 保羅覺得呢 如果你不娶老婆去 呃 認真去傳福音呢 他是鼓勵的 因為保羅自己沒有結婚 在他當時的狀態裡面 我不知道 不知道保羅有沒有前妻 但是他 侍奉的時候呢 他去做宣教士呢 沒有娶老婆 這個是幾明顯的事實 因為他的末世觀相信 世界快要末日了 再娶老婆 那些人 那些人 信不了福音 那怎麼得救呢 那樣 你們看羅馬書都表達到這個 他說不以福音為此 所以他覺得 他欠了 欠了債啊 這些concept 在羅馬書一章都表達了 就是說 保羅覺得他很熱切 傳福音 為什麼很熱切 傳福音 他覺得世界快要滿人 OK 但事實上 一世紀是沒有末日的 如果不是 就沒有現在 是不是 這個呢 我想 這個是 他們的末世觀念 真是有這樣的觀念 這個觀念 從哪裡來的呢 那 從彈爾利書那裡來的 彈爾利書這樣說 他就說過了62.7 我想我不詳細解什麼70.7 在那些 舊的政教論壇有說什麼70.7的東西 他說過了62.7 其實62.7之前有7.7 就是說 7.7和62.7 25字都說 那其實應該是過了第69.7 受高者 如果是原文的受高者 其實就是 就是 尼塞亞 希臘文的翻譯就是基督 如果是受高者 必被剪除 你可以用希臘文譯做 基督必被剪除 一無所有 即是基督呢 第69.7 是被殺的 一無所有 有一王的民 來毀滅者成和聖所 者成呢 那時候 猶太人 最重要的城 始終是耶路撒冷 前面也有些經卷也指了 24節指了 要對位本國的民雄聖誠 去說這個70.7 所以其實 毀滅者成的 者成一定是指 耶路撒冷和聖所 聖殿 那就是說 其實猶太人在 耶路撒冷以外有會堂 但是沒有聖殿的 聖殿一定指耶路撒冷 一定會在第69.7被毀滅 始終必如洪水衝去 必有爭戰 一直到底科良的事已經定了 這段經文的意思就是說 基督 如果被殺 殺了之後 就會耶路撒冷被毀滅 好有趣 69.7 70.7的預言裡 分三個階段 7.7 62.7 還有最後1.7 好有趣 69.7 在耶穌被殺的時候完成 即是公元30年完成的時候 沒有立刻耶路撒冷被毀 隔了40年後才被毀 所以 為何會有暫停 我不明白為何會暫停 但是就是暫停了 即是說 按照 保羅熟讀的彈以利書 他覺得 受高者被滅 就是第69.7 完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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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路撒冷會被毀 就很快進入最後的7 就是 最後的7 一完結就是世界末日 玩完了 大結局完完 保羅 保羅是這樣看 所以他 覺得公元70年 他覺得 公元30年耶穌被殺 末世時中突然暫停了也好 耶路撒冷始終都會被破毀 破毀的時候 就會進入世界末日 這個就是猶太人的理解來的 是一世紀 後來公元70年耶路撒冷真的被羅馬人拆了 所以 猶太人是很仰望世界末日 尤其是基督徒都 猶太基督徒都很仰望世界末日 因為 聖經所說的東西 應驗了 在舊夜聖經說 耶穌 這個基督已經被殺 殺完之後 耶路撒冷又被毀 那還不馬上進入 最後那七年的世界末日期 但是你看到很有趣 69.7和耶路撒冷被毀中間隔了40年 為什麼隔這麼久 沒有什麼為什麼 沒有什麼為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 那 那究竟 那耶路撒冷拆了之後 什麼時候有世界末日 呢 不知道多久啊 會不會有一個很長的時間啊 可以很長啊 現在我的理解是這樣 公元70年 耶路撒冷末世時中 毀滅了 那隔了多久才是世界末日呢 不知道啊 聖經說有一千年 那 那 那是不是一千年呢 還是 一千幾年呢 因為我講一個 一千年是一個虛數 那樣 不知道 不知道 什麼時候是世界末日 我不要亂猜了 這個 我覺得沒什麼需要去猜 那 但是聖經 究竟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 經文安排次序呢 那 我理解就是說 公元 公元的70年 69至70年呢 就是 猶太基督呢 就是 被 被猶太教開始 討厭和驅逐了 因為 因為 他們守城的時候 守耶路撒冷的時候 很多猶太基督呢 遇到一些先知 邱西比烏一個教會的史學家 在公元的 大約是 三世紀至四世紀這樣說 就是他們遇到先知 先知跟他說耶路撒冷會被毀的 所以 那些猶太基督徒就沒有守城 就閃了 那些猶太人呢 就沒有收到這個預言 那他們死頂 羅馬佬呢 就只抽 抽到尾 全部一窩熟就死了 那些呢 但是 因為那些基督徒 那些猶太基督徒沒有義氣嘛 他們都應該是猶太人的嘛 你不肯幫手守城 就是不是自己人 那 完了 好 公元70年之後 這些猶太基督徒就被驅逐了 那大家都開始 就是 猶太教開始訂立一些土文 就說叫十八詛咒 不知道多少詛咒 總之讀的土文就讀了十八樣東西 每一樣東西都是罵基督徒 全部都應該要落地獄 這樣 那就看一下 教會裡面有沒有些猶太人 不肯讀這個詛咒文 他不讀 哦 你是基督徒 那就廣去出會堂 取消猶太籍 所以 在公元70年之後 猶太教 和基督教 睡覺 那就更加需要寫 希列文聖經 是不是 因為 你在猶太圈裡面都生存不了 那 你唯有多說些希列文 去 用希列文賺吃 是不是 如果不是 你在猶太圈裡面 聽到基督徒就說 已經爭了它 迫害基督徒 那 公元70年 寫了馬可 封印之後 寫了馬可 封印 他就以為很快會進入最後一個七 很快是世界末日 所以他沒有什麼 馬可封印十三章 沒有什麼特別的解釋 為什麼這個末世 拖詞 但是他等到公元77年 世界是沒有末日的 然後 隔了兩年之後 公元79年 就 原本 帶兵 破壞耶路撒冷 屠成那個人 叫做 提多 Titus Titus 在公元79年 登基做皇帝 因為他 公元70年消滅耶路撒冷的時候 他是一個太子的身份 即是皇位繼承人的身份 去消滅耶路撒冷 現在 太子 登位 但是 但是 公元79年 想著 是不是最後七年 毀滅耶路撒冷那個人 做皇帝 是不是 如果你公元79年 數多7年 就是公元75 或者76 不知道算不算是79 那你公元應該是 85年至86年 世界末日 這樣 猶太人這樣想 就等多幾年 可惜 Titus 只是做兩年 Titus這個皇帝 都很多天災人和 他做皇帝的時候 龐佩古城被火山溶了 整個城都死了 是羅馬世界 鮮有的古代大災難 雖然Titus 他毀滅了耶路撒冷城 滿手血腥 他再生的時候 有報應 但是他的報應也挺厲害的 他做了皇帝兩年 就病死了 我不管他怎麼死 古代說他病死 總之 正史就說他病死了 公元81年就死了 那 那個 猶太人 也好猶太基督徒 相信那個敵基督呢 做不夠7年 就死了 應驗不到那個 救了聖經 那 公元82年來講 是不是要想一下 怎麼解釋 什麼事呢 耶路撒冷 又不是馬上世界末日 那怎麼辦呢 所以需要出現 盧家福音就解釋了 盧家福音說了末世很多事情之後 在盧家福音的21章24節這樣說 他們要倒在高下 被老到各國去 就是說 耶路撒冷城破的時候 很多人死了 被刀斬死 也有些人被老 離開了巴勒斯坦 他說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踐踏 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滿了 他就說 有一個新的解釋了 盧家福音是 因為在馬福音的基礎上 馬福音沒什麼解釋 為什麼末世拖詞 因為馬可福音寫的時候 公元70年 他佔到耶路撒冷的拆位 他預計很快進入世界末日 那不用解釋了 但是盧家嘗試解釋 他就說 有一個外邦人的日期要滿足 就是耶路撒冷被外邦人霸佔 霸佔 要霸佔一段長時間 霸佔多久才是世界每日呢 不知道多久 這個解釋 叫做有些解釋 但是等於無解釋 這個是一個事實 然後 約翰封印 在他約翰封印的 約翰的書信裡面 啟示錄 他就說了一件事 叫做千禧年 我理解上來說 我是 採取這個 所謂的無千禧年派 就是千禧年已經實踐了 我覺得耶穌復活之後 已經進入千禧年了 我的理解是這樣 耶穌復活之後 進入千禧年 基督要開始 真實地在地上裏面 所謂作王 就是基督的真理在地上裏面 會傳播宣廣的 然後 馬太福音 作多一個解釋 就是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 對萬民作見證 末期才來到 就是說 有一個福音的時代 我們在華人教會經常聽到的 福音時代就是這個意思 為什麼需要福音時代 因為當時福音 只是傳在羅馬帝國 也不是傳到全世界去 這個世界不知道多大 在那時候 一二世紀的理解來講 但是 福音呢 世界不可以這麼快末日了 要全面世界才是世界末日 如果我按時序鋪排來講 公元70年寫馬國福音 公元82至85年左右 我覺得路加福音就差不多要寫了 為什麼呢 因為 都要解釋 提多 公元81年死鬼祖 究竟有沒有世界末日呢 接著 公元95年至18年左右 出現啟示錄 啟示錄可能解釋了 約翰的書信和啟示錄 約翰的福音、約翰的書信 或者啟示錄就解釋了 原來有個千禧年 不會那麼曬世界末日 為什麼會有個千禧年的concept 去解釋世界沒有那麼快末日呢 因為公元70年耶路撒冷破壞 破壞 之後 已經四分一世紀至到三十年了 都要有一個解釋 告訴信徒 世界末日不是保羅相信 立即世界來的 可能要拖很久 所以那時候寫了一千年 然後馬太福音 其實他表達到 他是最遲寫的 原因就是 他有個十個童女的比喻 十個童女的比喻 他就說 那些 有十個童女 天國好比 十個童女拿著燈 他迎接新郎 五個不如絕 五個聰明 如絕的拿著燈 卻不預備有 聰明的拿著燈 又預備有 新郎是遲到 新郎其實代表主在來 耶穌是新郎 世界快末日 世界末日的時候 耶穌要跟他老婆 即是教會結婚 他們都打到你睡著了 即是說 拖到 無論聰明和蠢的 都睡了覺 這一段我覺得就是 馬太福音清楚告訴你 耶路撒冷被毀了 我已經幾十年都沒有世界末日了 是人都會等到睡的 不過 睡了覺 無論什麼都好 好的基督徒 睡著睡著突然間寫 世界末日 他有好的預備 就立刻可以跟到主耶穌 那些蠢的 沒有預備的 就立刻不行了 我這次呢 即是我想出個簡易版 都講半個小時 沒有辦法 因為這些是複雜的事情 下一節回來再講 其他話題 我們就回來了